焦阳姐 这么高怎么穿 这已经晒了 罗老板 焦阳姐腿伤刚刚才好 能不能换啊 麻烦你给大家走几步看看 来 焦阳姐 焦阳姐 大家注意了 当年这位小姐 在风上 接受过一星期的训练就跑了 没有任何努力就获得的幸运 很快就会变成泡椅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个教训 好了 别看热闹了 待会儿要拍照的人快点做准备 妮妮 是 罗老板 一会儿拍照 你代替宋焦阳的位置 真的吗 罗老板 还是让焦阳自己来吧 脚上并没想拍照的 你这段时间是去养猪场了吗 你这段时间是去养猪场了吗 作为模特 你到底有没有保持身材 看我干什么 赶紧去啊 焦阳 你别别太难过了 那以前的确实太幸运了 你这法国沙发呢 你这法国沙发呢 怎么变成这么土的吊渣的椅子 我那些宝贝金鱼呢 怎么换成这个丑八怪 罗老板 朱总快回来了 江经理啊 你的气色更红人了 朱总都为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啊 将就现在是我的人 打狗要看主人你不懂吗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是在叙旧啊 你急着来找我 就是要告诉我 你撬走了我的广告 周总真爱开玩笑啊 我们呢是公平竞争 我是来感谢你的 多亏你把羽贴和金鲨送给了我 让我角处逢生 右屁快放 我今天来最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为了我们的合作 明天传奇的品牌秀是金大脚 不不不不 是金沙当主秀 我想呢 如果 乐友和金鲨儿也能客串 凑成超模大赛三朵金花的话 演出一定会非同凡响 你做梦 这可是传奇的年度品牌秀 连这个都拒绝 风场难道自决生路吗 我真的是很不忍心哪 毕竟这里也曾经是我打拼过的地方 这个不用你操心 这个不用你操心 他们就是不去传奇 照样不会闲 那当然了 去拍一拍三流的服装目录 或者去大马路上走走秀 也是恶不死人的 周总啊 我可是完全替你着想啊 毕竟你当初帮过我 我是不会看着风上倒下不管的 需要帮忙的话 一定记得跟我说 我有事先告辞了 拜拜 李珍去哪儿了 不是说有能干的家伙吗 人呢 去 快去给我找来 真的非常抱歉 你这下房贷不能再延期了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的 谢谢啊 好 再见 好 再见 喂 李珍 你那天说的话还算数吗 好不 来 好 看看 像不像 你看这样多好 要再来一个小东西啊 不得把我忙死啊 郭佳说得对 就剩一个好 李可来了 快进来 她怎么样了 从医院回来一直是谁啊 再这样下去啊 她不去看精神科医生 我就得到精神病医院住了 快进来 别管了我 昨天逼她吃了几口 到晚上全吐了 她这个厌食症啊 就是比赛弄的 她这个厌食症啊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可不嘛 这都是她平时最爱吃的 又不敢吃的菜 可不嘛 这都是她平时最爱吃的又不敢吃的菜 这都是她平时最爱吃的又不敢吃的菜 我听别人说 得恋食症的人 是最后还怕看到别人吃东西的 这别人要是吃的越香了 他就会觉得越恶心 我等会儿就要把你觉得我恶心 要吐的样子拍下来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 你这个超级男人是怎么变成超级黄脸坡的 干什么呀你 行 这张照的还挺自然的 我现在就发到微博上去 让大家看看你的样子 他干嘛呀 他就这样了 你不知道我们两个是对手吗 他现在这样是故意的 他在跟我比呢 他在跟我比到底谁更惨 李敖夫恭喜你赢了 李敖夫 你是这次超模大赛最惨的选手 你给我滚 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我就滚 怕是现在你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你不用激我 我知道你想干嘛 来拍 不好拍得跟凤姐一样愁贼行 让大家都来看一看 一个女人处刑几率 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我的妈妈活该 我 我自己 是我 我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这那么就是命 命 什么是命 我跌断脚躺在医院的时候也怨过自己命不好 但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但是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坚强 就算我宋教养那天摔断腿只剩一条腿的时候 我也一样会站在梯台上的 你知道吗 罗明游千方百计想看我跌倒摔倒的时候 我一直都是这么跟自己说的 可是跟李奥夫相比 我这点倔脾气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为了登上梯台 可以抛肤棋子 他为了保持身材 可以一年只吃西红柿跟黄瓜 他可以想出一千万种让对手死的方式 他甚至在梦里 都诅咒我在台前拉肚子 但是我们的奥夫妻是不会这么倒下去的 就算是他倒下去了 他只要看到这个 他就会坚强地站起来 这是明天传奇的品牌秀 我希望你一定要去 在那里 有无数个比你和我更年轻漂亮的模特 但我要你看着我是如何把他们撂倒的 不要说大话了 就凭你现在的状态吧 我是不怎么样 但至少比你强一百倍吧 如果你来看的话 我一定会表现得更好 你记得我们两个同时上过对手杂志是吧 如果你明天要是不来 估计那些小报的媒体记者又会说 同为昌摩沦落人 宋娇阳雄起 李敖夫堕落了 老婆 要不明天别去了 那些失利记者弄不好 被把你当反面点音给宣传出去了 他们算个屁啊 就那几句酸话就把我吓倒了吗 我已经失去那么多了 没有什么好在失去的 去就去 这就对了 谁说我们地脑都不可以再爬起来呢 谁说我们地脑都不可以再爬起来呢 别以为自己有多了解 在我面前转什么大刀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我 肚子肚子 宝宝 妈妈欠你的 一定会帮你 这辈子不行 就下辈 下下辈 我吃点青菜 你这么有分量的人加入风尚 风尚一定会如虎天意的 丑话说得嫌疼 我这个人脾气很臭 所以我做出的决定和指示 你不能干涉我 你这是在给我打一方针呢 还是下马威啊 这叫仙小人后君子 所谓宜人不用 用人不疑 如果周总对我的能力有任何怀疑的话 我可以马上走 帮钱给你可以 但是 你得给我做出成绩来 我的目标很简单 打败姓罗的那家伙 你能做到吗 罗明欧跳槽的传奇 抢了我的位置 我现在用风尚来打倒他 就是最好的包袱 那你说说看 对风尚有什么想法 风尚的模特都缺乏自身包装 和整体的形象宣传 这笔钱是省不得的 我手里有很多媒体的资源 先尽量为他们争取露脸的机会吧 钱上我不会计较 不过要打得罗明欧满地找牙 他就看你的了 那好 就从明天的传奇品牌秀开始 不行 我已经拒绝他们了 姓罗的想挑衅我 做梦 这个行业不是拼拳头的 是讲机会 即使再小的机会也不能放过 模特如果失去了走秀的机会 就好比鱼离开了水 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 我已经有言在先了 我做的决定和指示 你不能干涉我 好吧 那就尽快让我见到成果 有时候我自己也很讨厌这一圈子 但是又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 能如此满足虚荣新河带来成就感 别告诉我你们不在乎这两点 明天的传奇品牌秀 虽然只是两个不起眼的单元 但是你们一定要参加 周董已经拒绝了牛了 你不想去 被人像狗一样赶下五娘的经历 我不想再重复一遍 那么请你告诉我 作为一个模特儿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保持身材啦 错 勤加练习 也错 增加人脉 提高知名度 还是错 那是什么 身为一个模特儿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不可以拒绝服装秀 模特儿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只有站在舞台上才能成就你们的梦想 如果连站上去的机会都没有 说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没带钥匙呢 娇阳 你怎么没带钥匙呢 怎么会是你 想你了 家里好热啊 你怎么要喝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不要再来这里了 可是我很想你了 你不要再喝了 再喝你会死的 死了 在你离开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是你又让我活过来的 你醒一醒好不好 好温暖 好喜欢你这样抱着我 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过我的吗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一想到你和他在一起 我都受不了 你以为我受得了你吗 我也是拼命忍着 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想到以前的自己 想到那种地狱日子 我好不容易才忘掉你 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 抛掉过去 你知道我们彼此带给对方的 就是要痛苦 吻我 不 吻我 然后我会离开 你别跟我玩弄 你知道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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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话 别跟我玩把戏 我不走 你走 我叫你不走 你走 我叫你不走 你不能聊在这边 走 你都讨论我了 你都讨论我了 走 如果你再不走 我就永远让你离开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答应你 我马上走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来见一个 朋友 我男朋友也住这儿的 你认识他 要不然我们四个一起坐会儿 会有机会的 我们总会有机会见他 怎么这么大酒气啊 他朋友人呢 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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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 你喷这个干嘛 屋里很臭吗 是啊 好像是下水道有点问题 很难闻 你知道我在楼下碰到谁了吗 谁啊 Ginger 他是他来看朋友的 好像在朋友家开派对 喝酒气熏天的 真是搞不懂他这个人呢 好 你管好自己就好了 你看 我帮你熬了汤 等一下好好补一下身体吧 你说那个Ginger 是不是因为失恋有阴影啊 到现在都没好呢 好 好了 你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 你还在看富奇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 你想想 他一个人回国内 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你倒是应该多关心关心人家 好了 你别管人家了 你应该多休息休息 那好吧 我去睡觉 然后你来做饭 喂 怎么了 你发烧了 还是提前就你中年危机了 对不起了Ginger 我心里很烦 我不想看到你 为我忙来忙去的 我都没说什么 是我不好 好 你也知道了 我今天第一天会传奇上班 你都不问问我发生什么 你知道罗密欧多大正式迎接我吗 我丢死人了 要不然我也跟李傲夫一样算了 自己在家闭关修炼好了 本来呢 我就想这次拿了冠军 然后急得勿退 专心去做我的设计师工作 谁知道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甘心 李真的 我真的很想再拿一次李一 然后光荣地离开摩托圈 你说我能做到吗 一定可以的 我也这么觉得 这什么东西啊 咳死我了 应该是我的小事工忘记留在这边的 他超级神经大条的 老是丢三落四的 你就骗人吧 我才不信呢 哪个小事工穿得了这么好的名牌啊 可能是哪家有情人穿不要的才送给他的 你就编吧 肯定是哪个美女来你家 然后落在这儿的 你别胡思乱想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那么紧张干嘛呀 别压力太大了 明天还要做秀呢 我去给你熬宋诗叶麦粥 刘犮 和酯 的人 你是国师贸国 Olympic凅 赛业 对不起 我又骗了你 我要我们说得错 你绝对我不� 묻过 去埋俺了 好 fydsig 走 一点乐阳处理摆壁 好 准备 三二一 走 好 不要望下看 把眼睛望前 好 宋泽阳成丁一纳出场 停停停停停 停 宋泽阳 不要因为你让整场演出搞砸啊 你的状态根本没法走秀 干嘛要逞这个墙啊 你的自私要连累多少人呢 罗老板 我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 那好啊 你一个人在这里先来回走三十遍 给我看看 要是能不出差错 我就相信你 否则的话 你乖乖在后台抵衣服 罗老板 你说话算话 音乐 了解 快点 掌声 说點 可的 они 又 谢谢 怎么样 有问题吗 我去 赵阳姐 你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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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椅子赶快坐下 怎么回事 罗老板说她腿还没好 不让她参加走秀 赵阳姐就一个人来来回回 走得十几遍跟她看 你疯了 要是被她看扁 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这场秀 我必须上 撑不下去就不要硬撑 当模特犯不着玩命吧 看什么热闹 去准备走位 你不要再站起来了 没事的 你坐着 我还真的以为你完全好 不行 你这样子不能上台 李珍 这只是一场秀而已 难道你想在轮椅上 过下半辈子 不行 我 我知道 你很想赶快证明自己 给模特生涯一个完美句点 但是你现在这样 如果再把自己弄伤 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教养 听我的 好吧 听你的 谁让我是你的三杀呢 在这 missed México 这是你的啊 这是你放在外面的衣服吧 谢谢你啊 刚才放在外面的椅子上了 今天出门的时候冷 睡手把你家小事工的衣服 塞到包里了 等会儿回去的时候记得戴着 你的腿好点了没有 好多了 不过就是这个人 他不让我上台 所以今天只有在台下 给你们递衣服的份了 他是你的男朋友 你还真听你男朋友的话 果然在这儿陪着女人休息 爷爷 你出来 第一租走 第二租走 好 好 当模特儿势不丢脸 可你作为李家的子孙 就不能干点别的 爷爷 我知道了 刚才那两个女的 究竟哪个是你的女朋友 干大事的男人 从来不会把心思放在女人身上 你好自为之吧 一个大男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搔手弄姿成何体统 要是我哥还在世的话 我看到这一切 该做何感想 你没有资格提我的父亲 如果 不是有你这样的兄弟 他会活得比任何人都好 怎么样 你以为没为难你吧 没有 你的脚还好 没事了 教养 你知道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你 获得你爷爷的认同 让他以你为了 对吗 我完全是 我要拿下整个传奇 被你叔叔刺激到了 你不信 我当然信了 那好吧 我也定个目标 等我以后不做模特儿了 我要跟李珍一起开上新的传奇 我们一个做衣服 一个卖衣服 然后把分店开到月球去 对 一起打造一个新的传奇地谷 所以你一定要养好伤 我可不想牵着 一个垂腿的美女设计师 出现在米兰市场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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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나와 大家 我 group 你不要以为你进了李珍的公司 她就能够罩着你 演出要是出了娄子 她也帮不了你 李珍 她的眼里还有我吗 Patreon 其实我们还要到这里 跟你的图备 进去 这些细节 我赶上去 使用三个个组织 字幕志愿者 就是 准备 都算了 有点 那里有点 我 你 可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搞什么 运气一点 李天李珍立高准备上场 这边快点了 快点了 你俩搞什么名堂 盼主 彩排的时候你在睡觉吗 不是说成玉已经改了吗 盼主 是传奇没有要你们 不服泄情光明正大意味 背后高贵 算什么男人 彩排了这么多次还能出错 你们用点心好不好啊 你逗我干吗 广森 你想要怎样 看这小子欠揍 来啊 别操了 赶紧准备下一个单元 别搭 tahu 红结果 不会又是你出的种 我有这么幼稚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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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你们是不是都在梦游啊 你哥哥到底想搞什么 李正呢 你的人到底怎么会吃 没有能力就赶紧带队滚蛋 我们是照彩排做的 我劝你好自为之啊 如果中场演出也胡闹的话 风尚就等着关门打击好了 要是真的这么早 罗老板 你的饭碗恐怕也会保不住 你这个混蛋 想来公报私仇啊 这年头好人真是做不得 我好心好意给你们一口饭吃 现在全来摆我一道 真是气死我了你 先去换衣服 先换衣服 休息一下就结束了 算你还清醒了 什么呀 谁把我衣服弄坏的都太缺德了 什么呀 拿来我看看 这谁干的 就算我怎么穿呢 我一会儿还要上台演出呢 我可是压轴 台上可不能开天窗啊 你就穿这个上吧 那观众呢 也许以为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才不要呢 丢人死了 我不穿 喂 金珊 我穿 我穿 啊 我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这要感谢你提供了 这么好的模特 我以为你真的去养老是吧 我养老 怎么可能 自从遇到你侄子之后 我就更觉得现在就养老 未免太可惜了 现在很好啊 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了 好了 你们两个好拍档 慢慢聊吧 我先走了 李总啊 这样的结果还算成功吗 好 明天啊 各大时尚杂志 应该回铺天盖地的宣传 起盖庄的回归 你先别着急往你脸上贴精着呢 今天的演出出门吹状况 你心里比谁都清淡 记住 这种情况我不想再看见了 是 是 李总说得对 还有 那个珍珍 你不是说你有个心情 把他网络过来网 怎么还让他溜走啊 这个嘛 我估计 他跟你侄子 关系又不一般啊 我要托纽约那边的朋友 打听一下 我再问你一次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没错 是我 你 真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一样这么疯 你一点都没变 是的 那个爱你的金吉儿从来就没有变过 是你变了 我以为你没有 可是我错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多少遍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多少遍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李真 是李真 君弥已经死了 明白吗 君弥死了 不 救救你 别让君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他走了 我怎么办 你现在对李真做的一切 都是徒劳的 那你为什么还肯让我留在你身边 只是为了钱吗 是为了帮你赚钱 就像那个乐瑶宋娇阳一样吗 好啊 我帮你争啊 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出色 我警告你 不要对他们再搞任何小动作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教勇出事 你的嫌疑最大 还有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点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只是我的赚钱工具 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我身边的话 我们两个 只会有这么简单的关系而已 你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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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什么事 我快就 Bei我 嗨 嗨 今天晚上最闪亮的公主 干嘛一顿躲在这儿喝闷酒啊 今天多亏你了 我替李珍先谢谢你 你 替李珍 喂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我是杰米的什么人 我就是 你发什么酒疯啊 喂 李珍你别这样 她只是喝多了 好好的 你招惹她干嘛 你明明知道她是酒疯子 喝多就会胡闹的 混蛋 喂 赵雨天你干嘛 赵雨天 喂 李珍 你别管我 赵雨天我实在忍了 李珍 你别管我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大头 都是因为她 这个王景芝 她之所以对你这样 就是因为她觉得 你抢了她男朋友 你说什么呢 大甲 王什么 就是金剑儿 她是李珍哥的前女友 小郑哥 小郑哥 这是真的吗 难怪我比赛的时候 只看得怪怪的 小郑姐受伤是你干的吧 小郑姐受伤是你干的吧 就是我 干得漂亮吧 小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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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不想听 我要回家 小郑姐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你是如何费尽心思地骗我是吗 我真的是傻子吗 太可笑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到最后一个才知道 我还像个白痴一样的 以为你有多爱我 小郑 我爱你 从来就没有变过 以后也永远不会变 那金剑儿呢 你跟金剑儿也说过同样的话吗 要不然她怎么会那么痛苦 非要伤害我才能够安心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 不是这么暴露出来 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这两个女人你都不打算放弃 对吗 对吗 你没话说了吧 我们以后再也别见你了 我做不到 你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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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你坐一下 是吗 走 真正的确蛮特别的 每次我见到她的时候 好像在她身上能看到 一个我已经认识的人一样 我们总会有机会见她 优秀的男人 总会被人盯上的 别说是你们两个 就是再加个我 三个 也不奇怪